大家好,我是Stan 歌手一牛翁 前几天在KBS Music Bank 因为蓬聪会速分数是零分 而未能拿到一位 在节目播放后 马上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非常多网友们都要求KBS解释这件事情 对此KBS官方在18号发表了解释文 但是马上就被迪社打脸了 5月18号KBS官方表示 这次的排名计算期间2号到8号 在KBS电台广播数位节目 没有播出一牛翁的歌 并且在17000多名进行的大众歌摇写后 一牛翁的歌获得了0%的应答率 因此在Music Bank的该歌曲未能得分 但是今天 D社发文打脸了KBS 放松分数不可能是零分 确认了一牛翁的KBS广播次数 对 D社确认了5月4号的两个节目 5月7号的一个节目 都有播放一牛翁的兴趣 而广播主持人之间 也有提到一牛翁的惊人成绩 因此D社就联络了Music Bank 询问放松分数的标准是什么 Music Bank有关人士表示 如果公开是在哪个节目能获得几分 经纪公司就会恶用这个部分 为了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无法公开计分标准 如果是公正计分的话 有不能公开的理由吗 现在到底是谁在恶用 如果担心恶用不能公开标准的话 不是举办方就能随便造假了吗 造假也要像个样吧 0分是什么 总分差了800分 放松分数给个500分 也不会引起这样的争议 真的很像傻子 造假banker 因为放松分数拿不到一位像话吗 这不就是在威胁 要歌手们出演自己家的电台还是什么 简单一句话 就是不想给你没有一位 有关D社打脸KBS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小区是 等到了 等到了 又等到了 Twice哪言终于要出个人专辑了 5月19号 捷威蜜娱乐官方表示 哪言会在6月24号下午1点 发表第一张迷你专辑 正式solo出道 I'm哪言 你哪言 总之新专辑I'm哪言的意义 同时代表着哪言的本名 I'm哪言 也有着I'm哪言 我就是哪言的意思 因为这是Twice出道7年次首次发表的个人专辑 也是在合约到期前的个人专辑消息 所以令粉丝们网友们都非常的期待 哦 哪言真的太期待了 怎么办 已经开始激动了 应该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一直打从心里开始等待的人吧 最近最幸福的人等于Once 体育场演唱会 东京剧端美国演唱会 安可演唱会 全票受光 再加上个人IG哪言solo 最近Twice真的有很多好事情发生 太好了 所以 大家最期待 希望 哪言以什么样的样子solo出道呢 管他手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野琳个人出道 令粉丝们感动的理由 2021年5月18号 Source Music突然宣布了 尤家庆功的合约会在4天后的22号结束的消息 而让全世界的Buddy们 Kpop粉丝们都受到冲击了 然后刚好在一年后的2022年5月18号 野家庆功成员野琳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阿里亚 发行第一天的专辑销售量也突破了2万多张 而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卖得很好 我看了MV真的是很漂亮 小女友们的solo 小分队 在这里小分队指的是PPG 从今年开始都接二连三的出来了 销售量也都很好 小女友的粉丝们真的是很坚固 野琳也是 小女友也是 成员们怎么离开说死后 好像都变得更漂亮了呢 5月18号这一天 对野家庆功粉丝们来说 是不想再回想到我的悲伤的一天 但是野琳改写了这天的意义 从现在开始对粉丝们来说 5月18号不再是悲伤 而是尤家庆功成员野琳的solo出道日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